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注旅游液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江西旅游报道 今秋十月又是赏秋的最好时节 作为四季中色彩最为丰富绚烂的一季 江西的秋天就像自带了滤镜和美颜 美成了油画世界 不但经验绽放 更是吸引了八方游客 近期 庐山著名景点三宝树迎来大量游客 其中一株银杏古树 叶色转黄 果实雷雷压之头 老根错节 心之萌发 看到三宝树 哎哟 觉得特别震撼 我们要向它学习 连线一场它在蓬布生机 一直向上的这个精神 不倒 这个叶子吧 逐渐的就要变黄了 已经快进入深秋了 甚至于有的那个叶子都变成红色的了 就是像我们人类这个生活一样五彩斑斓的 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庐山三宝树因三株高达三四十米的古树而得名 两棵柳山 一棵银杏 银杏为终生带幸存下来的稀有树种 村下翠绿 深秋金黄 每年十月中夏旬 高达三十米的银杏树叶变黄 成为庐山秋季旅游一景 持续时间仅一个月 庐山寒坡口景区管理所加大景区古树名牧保护力度 采取独树一掷方式 每天专人对银杏等古树加强巡视记录 同时邀请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对古树进行体检监测 确保古树名牧生长保护状态良好 受局地小气候和秋冬季昼夜温差大等因素影响 如晴湖的早晨博雾飘逸 同样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环湖战道 湖边水线赏景拍照 体味着秋水长天的别样秋云 庐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它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么多人对它流连忘返 我想自己体会一下 我想体验一下这种如梦如幻的 这种仙境一般的这种感受的话 那只有来庐山了 对你的风景非常好 好美美美 好气好 还养人呢 太美了 庐林湖更是出现了入秋以来首场湖面乘物 博物紧贴湖面 随着微风飘荡 或开或合或聚或离 某些区域还闪着耀眼的荧光 飘逸灵动变换宛如人间仙境 吸引了特意前来追光竹影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我们从湖南昨天晚上赶到庐山 就是奔庐山的秋景而来 的确景色美不胜收 感觉收获特别大 但是那层物升起的时候 我的感觉我就是来到了仙境 山美 水美 碧波荡漾 好像人走上那个仙境似的 好像飘飘乎乎的那种美的感觉 我们又年轻了十岁 如今的庐山已经秋意净染 各种植物纷纷换了新装 赤橙黄绿层层交叠 让行走山中的游客感受到如湿如画的秋意 庐山的景色非常漂亮 雍海也很好看 庐山上我觉得最突出还是绿 到了秋季可能就是红黄啊 这种颜色比较突出一些 肯定是新广深一样 美不胜收嘛 在庐山锦绣谷 游客们沿着1500余米的山间游步道前行 峰回路转间欣赏着层林静染 这风光在险峰 嗨 嗨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值得一来 值得一来 几周古 秋风起 秋月落 令我心狂喜意 看出了秋意了 秋意绵绵 秋色特别好看 绿色衬托的红色 点缀的特别的漂亮 庐山之所以说秋炉醉它有很大的一个自己的特色 首先体现在它这个植物相当丰富 从那个桥木上来看 它有那个高大的桥木 矮的灌木 它都呈现一片金黄的颜色 这个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 到了秋季变色的这种最常见的大概有20多种左右 从目前情况看 我们植物园的几个鸡爪鸡 目前是生长很好的 特别是在树叶在变色的这个期间 如果天气一直清好的话 它的树叶子很鲜艳 因为它的温差 植物温差大 那就是时间长 叶子变得更红 更亮 除了自然景观 鬼斧神宫 庐山还在花茎公园 在花茎亭 白居易草堂 蜜春园 由不到旁布置了六万余盆菊花 凤仙 三角梅 机关花等秋季时令花卉 营造出浓厚赏秋 踏秋氛围 同时庐山秋景最早的萌生地 花茎公园红风 也已经是枝头片片 枫叶红了 现在秋天在植物园 还有花茎公园里面的枫叶 也是一大特色 非常不错 现在我就带着一批上海的 52个游客在庐山住七天 非常多的客人 都会把我们庐山的美景 拍在手机里面带回家 给他们的亲朋好友 比如庐山的枫叶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赏风人流热潮 庐山植物园投资近十万元 更新设置了园区 450米铁翼围栏 更好的保护枫叶景观 同时各大旅游社 也应景地抓住了这个时机 纷纷打出了庐山最秋的口号 今年秋季的连续情好天气 非常有利于植物生长 预计庐山将在十月中下旬 至十一月迎来最佳观赏期 如临海味 庐山藏旧 和庐山的秋艺美景不同 在南昌湾里的梅林古镇上 一山傍水的竹林深处 有一处茶村 在这里 您可以请一盏清茶 以茶会友 享受着秋日里无边的茶园风光 芬芳甘烈 清香宜人 若问山中何事 松花酿酒 秋水煎茶 这杯茶呢 离宁并不远 它就在湾里梅岭的 柏园茶村 这里是全国首家茶吕综合体 今天不妨给自己 一杯茶的时间 在这梅林的无边秋色中 感受一下茶旅的别样韵味 梅林镇上的茶宿 柏园茶村 以茶道美学为核心 在茂林修竹中 蜿蜒分布着茶道院 茶街 茶宿等核心功能区 是一座集茶文化 养生文化为一体的 茶文化旅游综合体 这座城呢 依山傍水而建 可以让您深随山水洞 心随云海游 放眼望去是一片青山 而脚下是古朴的 古色古香的石板路 特别文艺有感觉 而且这边的建筑 可以说是特别精致 而且有味道 当然这个地方呢 不光适合拍照 而且这里可以满足您的 吃 住 游 乐 可以说是一座宝藏山城 下面我带您去山城里 感受一下 柏园茶村打破了 走马观花式的传统旅游 将中式生活美学的 曼与雅 卓与经 借一方茶台而巧妙融合 柏园听雪茶道院 占地400多平米 是中国首家 一站式茶生活 美学教育培训平台 为广大茶友提供 研修茶道及生活美学课程 今年已接待 培训班7批130人次 豫章茶街长约300米 全街贯穿了 琴棋书画茶等元素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 茶文化业态 柏园茶村是美领镇 2018年主推的理由项目 2019年年初建成开业 柏园茶村的建筑风格 是建旧如旧 修旧如旧 柏园茶村总体来说 改变了一个理由的形式 原来我们的到理由景点 是一个参观式的理由 在柏园茶村 你能体验到一个探索式的理由 我们在柏园茶村随便走一个小湾 进一条小道 都有不一样的理由风景 您听 温暖的民谣 清爽的山风 都吹进了我身后的这座 浪漫小酒馆 曼山谣 这里是柏园茶村的一个 新近网红打卡地 春去秋来 不论是清晨还是夜幕 曼山谣都为您 气好茶 温好酒 等您 归来 感觉这里很有禅意 装修很有特色 很适合周末 大家在这聚一聚 休休闲 舍底招招茶味 眼前处处尸体 柏园茶村给茶来爱好者们 准备了一个书局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 80%都是与茶有关 在柏园茶村 不光可以品味到好茶 满足您的味蕾 还可以读到好的茶书 丰富您的精神世界 柏园茶村的茶素很有名 那今天呢 我带您来感受一下 先到这个课堂 半张卡 也就是前台 趋近通幽的感觉 两边都是古朴的这种木头门 前面有一只 非常好看的大鹦鹉 据说 这个鹦鹉已经养了有十年了 很聪明 而且呢 会跟客人热情的这个点头 很有礼貌 我们来试一下 你好 你好 心情不好吗 哎呦 过来了过来了 你好 嗯 哎呦 哎你好 好有礼貌看到没有 你好 握手 哎呦你看 有点不敢握啊 嗨 嗨 现在我冤枉就听他说一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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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真会说耶 要不话筒给你好了 节目你来拍了 很聪明啊 柏原茶村内所有茶素 皆以茶道美学为设计元素 各类客房79间 床位126个 提供风格多样的精品茶素 柏原茶村建成以来 改变了梅岭的旅游业态 以前梅岭的主要几个景点 都离极镇比较远 比如主海明珠 生态第一飘 太阳谷 游客参观完之后 还需要返回极镇就餐 火焰茶村就坐落在极镇主街 游客参观完之后 可以直接走路到极镇主街 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 近年来 梅岭镇全面落实 湾里区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 在旅游方式上 开展了多种探索 如柏原茶村 6月份开展高山夜市 漫山摇7月份开展音乐节 梅岭镇也积极开展 各种节庆活动 努力让梅岭旅游 有玩头 有看头 有吃头 有住头 有回头 实现梅岭旅游 从景点旅游 到全域旅游的华丽转身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 关注一组资讯快报 本月开始至2020年3月15号 西藏对近藏游客 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此次东游西藏优惠政策 主要包括 除寺庙景区外 布达拉宫等全区 国有3A级及以上景区 免费游览 国有3A级以下 和非国有A级景区门票 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半 三星级以上宾馆 旅游运输企业 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 执行旅游淡季价格 与此同时 广西也推出了 长达两个月的优惠活动 从今年11月1号 至12月31号 广西所有A级景区 门票打5折 业游等项目打4到8折 今年东游广西的优惠范围 扩大至除广西外的全国各省区市 以及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 近日 上饶三星山机场项目 通过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小组的评审 被评为最高等级 非常满意等级 是近5年来 中国数百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交通项目中 唯一一个获得非常满意评级的项目 上饶三星山机场项目准备工作充分 执行进度扎实有效 同时得到上饶市政府和各界的大力支持 机场建设践行绿色机场理念 横站区绿化率为41.22% 飞行区绿化率为66.59% 远高于国家标准 实施过程采用无人机监控等多项新技术 这些都是促成该项目得到高度好评的关键因素 入秋以来 随着新渔仙女湖水位的下降 平时淹没在水底的明代万年桥近日浮出水面 万年桥建于公园1556年 横跨仙女湖景区南部 全长384米 宽7.68米 是一座拥有11个孔的大型石拱桥 十座桥墩皆由千枚岩石累气而成 桥身嵌有风格粗犷的溪水兽 桥面由大青石板扑面宽阔平整 万年桥经历多次重修 是我省现存最早的多孔石拱古桥 曾经是古分一线城通往南方的要道 赏美食看美景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